我的筋出去到这边 整个筋把它拉 拉出去 好 在这个筋上面做 先做逆 先做逆时针 慢一点 慢一点 你的剑没拿稳 你的剑没拿稳 没拿稳 没拿稳 你的剑 这样子先扣稳了 剑不是这样拿吗 这个三指往后 先扣稳了 前面两指往前 这样子先拿稳 三指往后扣 三指的方向有点往后 然后前面两指往前 对 这往后 这往前 好 来 慢 平 平 歪掉了 歪掉了 你剑往这走 它就歪了 走 转圈圈圈 也要平啊 你不能一转过来就倒啊 一转到这边 你就倒了 健身要平的 对 你看歪掉了 慢慢走 慢慢走 怕它走平 走平就是肩要动 肩要动才 才会平 是不是很难 这样子 你肩不动 肩不动 它一定歪 肩也要转 对 送出去 先把圈做一个固定大小的圈 大概一个这样 大概一个这样的圈 像一个碗 像一个碗大 中心点要在这边 你看 你看你现在的中心点在守 你现在的中心点在守 中心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动的那个点 我上礼拜说的那个 不动的点 你整个箭都在动 没有 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 没有动 你如果整把箭动 你就是这样 这样子了 你就是这样子了 它就没有圈 它不是圈 它不是箭圈 你如果要做到 前面一个固 你看 我这样做 它必须有一个点的位置 位置是不动的 你有没有看到是哪边 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箭 我这个箭如果说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 它是不是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的位置没有动 跟那个什么东西在转一样 它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点 不是陀螺 原心不动 你看 我如果点在这里 我这个箭走 我如果点在这里 就是这里不动 这个箭是这样动 这个点的位置 没有动的话 你看 它是那样动 对 所以我如果 这个点 我放在这里 那就是这样 这样动 这个箭就会这样动 所以你在走圆的时候 就以这个点 的位置 不要变 这个点的位置 不要变 来走圈 你放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放到这边的话 就是这个点 不要动 对 但是一开始 你比较好做 是在 是在大概 前面来讲 大概三分之二 这里 以一把箭来讲的话 一把 一把 通常量一把箭 大概是箭 箭出来 看个人的使用 一把平衡的箭 大概 中心位置 大概在这边 在这里 那个是 那个是 手工条 做的 做的 好的箭 它的 它的位置 条纵 现在不是 现在有些箭 它条纵是用 是用这个 铜装的 重量 来调的 前面太重了 它就 这个 这个弹的地方 这边 它把它加 加重 让那个平衡点 退回来 那是错的 那不是箭的 本身的平衡感 这样 这样有没有懂 所以有的时候 用箭 刚才讲 箭碎 有的后面 加一个 猪 有的人 箭后面 加一个 猪 要加什么 那也是来 配重的 就是这把箭 对它来讲 前面太重了 前面太重了 它就后面 来配一个 分量刚好的 一颗 猪 把那个重量 往回拉 所以一把 一把用的 大概 算是 清零的箭 大概 中心点 大概 大概在这边 在这边 这个点也大概是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完美什么 就是拍照 鹦鹦鹉螺 那个叫 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的那个点 所以最佳平衡点 所以你一开始练的时候 你可以以这个点 可是它又牵涉到你的箭 你的箭的比例 比方 你拿着这把箭 就前面重 你拿这把箭 前面重 这把箭呢 还算好 这把箭 你们一拿 你看 你看大概在这边 大概 在这边 接近 所以这个箭练 你看 就是这边不要动 这会比较好练 虽然有近有出 有近有出 可是基本上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 它就 它不变 要不懂 那有时候 你们那个太轻的箭 太轻 你这把箭 是整体轻 这个箭 这个木 大概 也在这边 但是它这把箭 整体都轻 整体都轻 你那个比例 就抓得不是很明确 所以你这个箭 这个箭链 你就是更要慢 你这个箭链 就更要慢 抓到 抓到那个点 这样有没有动 像这个箭的话 我看 像这个箭 就是属于后面重 因为它前面的箭声 它用这个 它们现在叫做凹凸箭 就把这边削掉 削掉以后 箭声就变轻了 变轻了 可是你后面 夹着这个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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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柱铁 你看 所以就稍微偏 偏厚了 这就会 你看 这就会稍微偏厚 所以箭这个东西 要找到一把 真的很合格 很称手的箭 很难的 当然我们练的时候 我讲过 我们练要适应 每一种 每一种不同 不同重心比例的箭 跟重箭也要练 轻箭也要练 但是你真正在练 箭路子的时候 在练箭招的时候 你要一把很称手的箭 现在很难找 很难找的 那个比例跟健身 那个美感 跟重心的比例 那个都做出来的 相当少 所以这个是 你们在 现在练 练是没关系了 练就在练当中 去适应 去找 以后你们自己 真的有机会 买件的时候 就 往这方面注意了 但是买到的机会 非常少 所以还不如什么 还不如一把木 一把木箭 因为木箭 比较好去削 好去削 比较方便去调整 调整它的比例 但是呢 木箭跟铁箭的差别 木箭跟铁箭的差别 在于传导性 所以为什么练剑 练剑到后来 要用金属箭 因为那种力量的传导 是不一样的 力量的接引跟传导 接引跟传导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木箭的话 比方讲道家 用那个什么雷 雷级木 是不是这样子 他用雷级木 陶木雷级木 陶木是一般传说 但雷级木 他讲的就是说 被雷打过 第一个被雷打过 它没死掉 那一定是很硬的木头 第二个是被雷打过 它里面蕴含了电能 蕴含了电能 那这个就牵涉到 比较宗教性的 但是我刚才讲 练剑 中国的剑 本来就是练神的 练气的 所以金属剑 或那种道家用的 木头那个讲究 它的最终的考虑 它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那种精神力的传导 跟接引 所以剑是一个这种东西的 发射跟接收的一个导 导体 一个导体 当然你没有这样子练 你纯粹拿它当一个兵器用 拿兵器用就没有差 那你如果练到神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很好的木 或者说用 就要用金 金属剑链 这是给你们 有一点这个 这个知识 这个东西 有的人信 有的人 有的人也不见得信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 那 大部分的人还走 走不到那一步了 但是到你们 七十岁了 说不定就走 走到啦 哈哈哈哈 那个剑的重心 有可能到副手后面 那就很飘了嘛 那就很 很不好用了 会像西洋剑那种 有整个副手的那种 西洋剑 好的西洋剑 它的配重也非常好的 不会在副手 不会的 因为兵器毕竟是一个 生杀的 一个东西嘛 所以它一定讲究效率嘛 是不是 你的重量如果在后面 都在后面 前面就太飘了 什么叫飘 就是它的方向 方向性就不稳定 后面动一点点 前面就不稳定 前面就会飘 前面的方向性 方向性就会少了 所以它前面一定要有 要有一个重量在 那个重量是什么 那重量是引力 健身前面的那个重量 它是引导这个力量 所以它是 它集中到那个肩去 那个肩是引导一个方向的嘛 那个方向必须要有一个重量 看到吗 你的重量都在手上面 你说前面很轻快啊 可是前面就飘了 所以它要有一个很好的配重 一把剑很难 很难就是这样 我那把民国初的 清末民初的剑 就有这样的手感 以前在一个朋友那边 接触一些比较早期的剑 早期的剑通通有 什么原因 因为它是手打的 因为它是根据使用人的 身材跟习性 手打的 一边打一边调 它是一边打一边调 所以以前那种剑 只要不是装饰剑 为什么有人要收藏 收藏那个东西呢 就是它是人工 人为 它是人打的东西 它里面就包含了 包含了这些使用上面的 一些逻辑性在 那现在做剑都在讲美观 都在讲那个剑刃 又是什么纹啊 什么纹啊 讲锋利度啊 去砍啊 那个都不是剑 那不是剑最重要的 所以以前的人 练剑的人 能够有一把属于他的剑 也很不容易的 好了 那你们现在就去适应它 不管你手上拿到什么 在练习当中 就去适应它 这才要练 举轻若重 跟举重若轻嘛 你不能一开始就拿一把 你非常称手的剑 那样子你练不出 练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好来 再练 好来 好来 感谢观看